今天下午大概3點40分左右 在黃大仙環鳳街57至65號永安留地下 發生多次的猛烈爆炸造成三級火警 死傷者現場發現有三名死者 兩男一女年齡屆47至65歲 一共有九名傷者是七男兩女年齡屆23至85歲 現在有六名傷者仍然在醫院留醫 包括四男女女有三人已經出院 傷者其中一個是重傷其他都是輕傷者 現場最少有七輛車輛受損位 我們現場封路的地方包括環鳳街銀鳳街 雙鳳街淳華街雙鳳街環鳳街 雙鳳街和明鳳街 我們一共在現場有123人疏散了 包括兒童居地下和一樓 足夠無人羽和99名長者 現在案件交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 主要是調查爆炸的原因 看看是由意外或刑事成份引起的 如果我都呼籲市民如果有任何線索可以提供給我們的話 請你們致電23529456 23529456 而民政事務署亦都是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求助意思 電話是90207710 90207715 而我們現場是希望有市民可以提供線索給我們的 Madam 初步會找到爆炸嗎 因為現場是未解封的 現在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求助 是希望循住這個意外或者有椰子小粉的方向去調查 但我們現在仍未知道那個原因 初步有沒有找到有爆炸粉在車坊上 由於現在仍然是調查當中 跨部門小組已經進行研究 暫時未有一個確切的原因 小鶴船早上就有一次 早上就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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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現場都是經過多次的爆炸 其實現場損位非常嚴重 而現場起碼有7架車是走到損位的 而且你看到宜庭居上面的很多窗戶和門窗 都是被一個很大的猛烈爆炸而去摧毀了 但我們仍然未知道那個原因是怎樣 因為現場損位非常嚴重 我們未能確切見到究竟任務前傑 會不會以往往往往往往 現在屋主署的同事已經到了現場 他們也會在跨部門小組一起進行調查和研究 三名寫的身份 三名寫的身份 應該是其中一名 是會在永安樓地下的車房東主任 另外兩名可能是在附近經過 或者是處岸 我們都未能確切的身份 包括特時事件 我們暫時未有這個知道 我們暫時未有這個知道 對 等一下 我們現在現場是由警方 消防署和政府不同的部門 承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工作部組 去調查這個原因 暫時未知道 有沒有其他人 民政事務處已經在現場成立了一個求助熱線 如果市民有需要的話 他們可以打剛才我說的熱線 另外也在附近的池南社區中心 是成立了一個臨時的庇護中心的 如果他們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去那裏求助的 那裏有限時嗎 暫時沒有這個資料 暫時沒有這個資料 我想要完成這個調查工作 最基本的 他們會通宵調查嗎 如果我們有再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再通知大家 但是現在暫時還在這裏點算 我們在這裏點算 謝謝 謝謝各位 小心點